只要我没道德 道德就绑架不了我 公交车上我只是打了声呼噜 70岁大妈就给了我两个大笔斗 装睡是吧 没看见有老人在这吗 赶紧起来给我让座 我都惊呆了 还有强行乱让座的 当然尊老爱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但我是真搞不懂 眼前这个 看上去是刚刚跳完广场舞回家的大妈 凭什么强行让自己让座 而且还觉得是理所应当的 而且她还动手打自己 还好自己是个健康人 要是换个有心脏病的 刚刚那一拍 恐怕非得拍的人心脏病发不可 想到这我这暴脾气当时就上来了 你让我让我就得让啊 凭什么 你是我老祖宗啦 自家子女不孝顺 别出来祸害别人啊 岁数大咬不起啊 我不屑道 大妈气得脸色铁青 顿时嗓门提的老高 一边推着我一边骂马咧咧道 你说谁儿你不孝顺啊 我告诉你我儿子年薪百万 比你这个坐公交车的死穷鬼强一千倍 还有年薪百万咋还让您坐公交车呀 果然越有钱越不孝顺 哎 大妈 难怪您脾气这么差 懂 我懂 大妈顿时被激怒了 大家都来看他呀 这年轻人什么德行 遇到我这个腿脚不方便的老人 不但装睡假装看不见 还骂我 都来瞧瞧都来看他啊 我告诉你 今天这座 你让也得让 不让也得让 旁边不少人都对着老人指指点点 很明显 大家都很看不惯这种老人的行为 不过总有一些人 站在道德的至高点状圣母 发表一些不同的意见 来显示自己品质优越 一个中年妇女开口到小妹妹 你也有老的那天 尊重老人是一种美德 更何况你这么年轻 站一会又累不着 售票员此时也开口到小妹妹 这位大姐说得对 要不你做做好事 让让这位老人吧 售票员之所以这么说 其实也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执 毕竟年轻人好说话 而这种老人脾气不好 发起风来还得他去调解 肯定会浪费他很多精力 眼见有人替他说话 大妈顿时得意道 听见了吗 售票员都让你让座了 你还不起来 我无语道 不是 让是情分不让是本分 怎么我不让 就跟我犯了什么大罪一样 大家乘车都是买了票的 年轻人也有做的权利 我也劳累一天了 上车休息一下怎么了 你看看这大妈 我都怀疑她身体素质比我都好 去公园里 来回绕单杠 做五百的大回环都没问题 凭啥让我让啊 还是那句话 只要我没道德道德 就绑架不了我 眼见我还不让座 大妈干脆破口大骂了起来 张嘴就是各种人体器官 还有家中长辈 要多难听有多难听 话里话外 我简直就是犯了弥天大罪 简直就成了十恶不赦的大恶人 叮 就在此时 系统冰冷的机械影响了起来 随机任务触发 拒绝道德绑架 系统赠比道具 甲之体验卡星号一 癌症确诊病例星号一 癌症确诊病例不必说 就知道是什么 我直接意念一动 把这个道具放到了自己的口袋里 而甲之体验卡则是在一段时间内 可以将自己的腿用甲之替换 效果消失后自动恢复 我意念一动 双腿立刻被替换成了甲之 做完这一切我嘴角翘起 露出了标志性的歪嘴猛王笑 道德绑架我是吧 你若你有理是吧 行啊我现在又是残疾又有癌症 谁敢比我弱 就在大妈还骂个不停的时候 就在中年妇女和售票员 不停道德绑架我的时候 我突然改口道 好了好了都别说了 我让我让还不行吗 大妈健壮 顿时如同斗银的恐惧一般 骄傲地抬起了头不懈道 这还差不多 你们年轻人啊 再费心思去解决了 周围的人都在心底一阵叹息 又是一个被道德绑架的年轻人 啊他们多希望 我能坚持到底不要让座 可现实往往不如人所愿 我缓慢地站了起来 能够感受到 自己长裤下面的两条腿空荡荡的 连接着冰凉的甲之 磨磨叽叽地干什么呀 再磨叽我都快到家了 起开 大妈不耐烦地扒拉了一下我的肩膀 想过去坐下 被大妈一扒拉 我顿时心中大喜好耶 我当即一声惨叫 直直地朝着地板上倒了下去 大妈心中一惊你讹人也没用哈 这座反正今天我是坐定了 这样就在这时 江北狂暴的公交车司机 习惯性的一个急刹车 所有人都被惯性弄得一道 只听当当一声 我绑在腿上的 两个甲之滚到台阶下面去了 这一刻仿佛全世界都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都闭上嘴巴 瞠目结舌地看着眼前这一幕 我也不说话 趴在地上宛如奥斯卡影帝附身一般 用双臂匍匐着吃力地向前蠢动着 爬向自己的甲之 这一路我碰到任何人的腿 都会用无比抱歉的语气道对不起啊 不好意思碰到您了 麻烦您抬抬脚让我过去拿我的腿 得知我是个残疾人 而且还双腿都装了甲之的那种高度残疾 所有人顿时心里一阵怒不可恶的火气 直直地往脑门上冲 尤其是看到愣在当场 稳稳坐在座位上的大妈 所有人的眼神里都有了杀气 首先站起来的是一个大哥 他赶紧帮我把甲之捡了起来 并扶着我安装好的甲之 没事吧小妹妹 没事没事是我不小心 大家千万不要怪这位大妈 不是她推的我 我这句话瞬间提醒了大家 顿时所有人都开始急火烹喷大妈 什么人啊这是 跟一个残疾人抢座位 你特么有良心没有啊 人家双腿都这样了 你还跟人家抢座 还骂人家 我看你就是特么欠打 人家都给你让座了 你推人家干嘛 有你这样做人的吗 谁在外面没有困难的时候 你一个四肢健全的大人 抢一个有双腿残疾的孩子的座位 一车人全都怒了 见惹了重怒了 又见我是个残疾人 大妈顿时气焰粘了下来 她 她也没说她是残疾人啊 大妈小声嘀咕 哪个残疾人好意思 对外说自己残疾呀 人家不愿意让座 就是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有残疾 你却硬生生接人家的伤疤 我呸更恶心了 不是老人变坏了 是坏人变老吧 这句话在你身上 真是体现的淋漓尽致 让开 马上给人家让座 说着说着 有人气 不过就上去把大妈拉开 然后让我回去坐 我赶紧摇头 扑扑扑我觉得这位大姐 还有这位售票员说的对 人都有老的时候 尊重老人就是尊重未来的自己 是我思想觉悟不够 我很惭愧 我一手斗转心意 把众人的怒火 转向了刚刚道德 绑架我的中年妇女和售票员 此时此刻两人忍不住身躯一颤 就看到车上所有人都怒气冲冲的 看向他们两个 你怎么当售票员的 是不是觉得谁好欺负就让谁吃亏呀 让残疾人让座可真有意的 口诉我要向公交公司投诉你 剑惹了重怒了 售票员赶紧逼头道歉 小妹妹不好意思是我错了 你没错你不知道我是残疾人别自责 我人畜无害的安慰道 不不不 不管你是不是残疾人 强行让人让座确实是我不对 我错了以后不会这么做了售票员道 中年妇女却低着头 假装没听见别人讲话 她不觉得自己刚刚有什么错 一直到现在她也没认为自己错了 有残疾又怎么了 又不是快死了 年纪轻轻的给老人让都怎么了 我见中年妇女没任何反应 故意扭动了一下自己的身体 啪哒 本就快划出来的那份确诊病例 一下子从口袋里掉落了下来 小妹妹你别动我帮你捡 刚刚那位善良的大哥急往上前 帮忙捡了起来 但是一捡起那份病例大哥直接愣住了 脸色一下子阴沉的要命 她走到那位中年妇女面前 用尽全身的力气怒吼道 以后不知道情况 少特么道个绑架 否则信不信我见你一次抽你一次 中年妇女也怒了 这位小妹妹挨症晚期了没几天活头了 哗 此言一出全车的人一片哗然 纷纷对我投出了可怜的目光 而本来心里念头通达的 看着路人教训道德绑架表的我 此时嘴角疯狂抽出了起来 中年妇女也惊呆了 她再也不敢还嘴了 赶紧走过去对我道歉到不好意思 刚刚是大姐错了 以后不知道情况 大姐再也不多嘴了 这还差不多 大哥拿着病例带给了我 又不愤地对着大妈一阵狂喷 平时去超市抢免费鸡蛋 你剑步如飞 去公园锻炼你堪比奥运冠军 跑去听讲宝剑讲座 听一天你都不嫌累 就回家这几步路就觉得累了 腿不行了 以老卖老的东西 公交车上众人也都纷纷数落起了大妈 只有我护在大妈面前 大家别这么说老人家不是有意的 她肯定是累的不行了才让我让座的 我站的就行 来大妈你坐下 大妈整个人都崩溃了 她都想给我跪下了 你这又是双腿残疾 又是癌症晚期 BUFF都叠满了 我怎么跟你逗啊